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最近关于缅甸的新闻很多 前一阵咱聊过缅甸独立 后来又建立军政府的历史 所以有小伙伴都问 说英国为啥要殖民缅甸 这嘎嘎又热又穷 既没原料也没市场 殖民起来有啥价值呢 这里边的故事就多了 简单来说 英国人通过三次英缅战争 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才把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事 最早英国跟缅甸发生冲突 是在1820年左右 当时的印度已经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统治这儿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公司要盈利 主要靠种茶叶 在当时的印度 最适合茶叶种植的地方 是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就是今天好多人喝的 阿萨姆奶茶的原产地 这个地方跟缅甸接壤 缅甸觉得阿萨姆邦该是自个儿的 所以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种茶 就跟缅甸发生了摩擦 那会儿 统治缅甸的是共榜王朝 这个王朝名义上是大清藩属 但是也算是地区小霸 甚至打败过乾隆爷的军队 在他们眼里 连天朝上国都被打败 你英国人算个毛啊 于是1824年 缅甸国王集合了三万多人 加上几百匹马 几十头大象 一路就杀向了阿萨姆邦 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的守备队主要是印度人 缅甸这边是倾国而出的精锐 三下五除二就把印度守备队打跑了 阿萨姆这一沦陷不要紧 不但茶叶种不成 英国人在印度的据点什么加尔格达 都危险 所以当地的英国官员一边求救 一边准备带着自个儿的家眷卷破块卷走人 按理说缅甸军队这会儿一鼓作气把英国人赶出印度 没准都有可能 但是缅甸将军班杜拉下令停止进军 因为国王给他的命令就是拿下阿萨姆 没说要打印度 这就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 缓过神来之后 东印度公司从各处调集援军 别看英国人在印度的陆军很弱 海军比较厉害 但是海军没办法直接收复阿萨姆 而是利用海军优势 齐齐缅甸的首都仰光 这一下缅甸国王吓坏 赶紧让班杜拉回尸救援 三万多缅甸军队就在热带雨林里一路往回奔 什么马呀打巷 基本上在路上都饿死了 等他再回来一看 对面英国人早已经裂好阵 这群缅军人数占优 但火力远不如英国人 而且长途行军是疲惫不堪 班杜拉说我们现在不能开战 先休整休整 但是国王不干 让班杜拉马上剿灭英国人 班杜拉无奈只好下令进攻 那你想军队往英国人的排枪阵上撞 结果就是一边倒的屠杀 三万多人最后被打的就剩下七千 班杜拉也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死 全国最精卫的部队和最优秀的指挥官 就这么给交代了 国王没辙 这个只能低声下气的找英国人求和 英国人的要求就四个字 割地赔款 具体点说 赔偿这次的军费 阿萨姆割让给英国 这还没谈完呢 缅甸国王又整妖蛾子 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偷袭英军 结果又被打败 这么一折腾 自然是割更多的地 赔更多的款 但是缅甸没有能打的军队了 只能同意 所以这一次英缅冲突 被称为第一次英缅战争 也是英国燃指缅甸的开始 不过这个时候 英国人还无意吞并缅甸 到了1850年 印度对英国更重要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了更多的军队 很多在国内生前无望的军官 纷纷来到印度 希望在这建功立业 一时之间 印度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上次英缅战争当中 被打废了的缅甸 就成了很多英国人眼中的软柿子 所以有些英国官员 就不断借机挑衅 其中有一个叫兰普特的准将 本来是来跟缅甸国王 商量通商合约的事 但他比较牛 跟国王陛下谈着谈着一言不合 就下令军舰封锁仰光 缅甸国王也不干 一个使节这么嚣张 朕好歹一国之军 颜面核存 于是缅甸和英国就爆发 第二次英缅战争 这次战争一爆发 英国政府生怕印度再出事 马上就派遣正规军 跟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 一起打缅甸 英国政府的正规军 以海军居多 他们占领了仰光和南部沿海的港口 缅甸王室就只能跑到北部丛林 不想打了 但是东印度公司不干 缅甸王室只要还在 那就是对印度的威胁 必须把王室彻底干掉才行 于是他们招募大量的印度兵 准备来个宜江圣勇追穷寇 但是招兵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魏毛因为印度文明当中 人分三六九等 种姓制度深入人心 在印度人看来 缅甸就是热带地狱 士兵去过缅甸 就永远堕入最下等种姓 勇士不得翻身 上次打仗是保卫阿萨姆 那还好说 但这次要深入缅甸热带雨林 说什么都不干 所以东印度公司不但没能招到兵 还引起了印度人的敌视 这成了几年后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导火索 这次运动几乎终结了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这么一闹 英国自然顾不上 还在苟延残喘的缅甸 而且这个时候 英国政府觉得 东印度公司太不听话 伟大不掉 所以第二次营典战争之后 没过多久 东印度公司就关门了 又过了将近三十年 就到了1880年代 英国人终于稳住了 在印度和中亚的局势 回过头来一瞅 自己的死体法国 正在东南亚开疆拓土 法国这个时候占领了越南 并且积极联络 只剩下半壁江山的缅甸王朝 许诺可以帮助他们收复养光 光复国土 这一下英国人不能忍了 一合计 干脆把缅甸灭了德 所以发动了第三次英缅战争 当时缅甸王室 在北部的曼德勒 英国人知道 沿着伊洛瓦底江朝上游开进 就能站这 但是开战你得有个借口 这个时候英国有个贸易公司 跟缅甸王室做生意 被罚了一笔钱 英国人就拿这个当借口 要求缅甸王室必须让英国监督外事活动 缅甸王室明知英国老找茬 但是害怕英国 马上就答应了 但是没用 英国决心已定 说什么都不灵了 于是1885年 3000多英军乘着50多艘小炮艇 沿着伊洛瓦底江一路进发 炮艇上架着刚发明出来的大杀器 马克信机关枪 一路耀武扬威就占领了缅甸 俘虏了缅甸最后的国王 这次所谓的战争 其实也就是武装游行 在此之后 缅甸就彻底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缅甸灭亡 按理说大清是缅甸的宗主国 共亡王朝受的藩属 怎么着也得救一救 不过那会大清啊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所以1886年中英签订中英缅甸条约 规定了中国承认 这个英国对缅甸有支配权 但缅甸对中国的扔网利 十年一共 当然了 这也就是给大清点面子 但是相比于印度 英国殖民缅甸没有那么多利益 最大的作用 就是作为一个保护印度的战略缓冲区 所以后来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打下缅甸也没费太大劲 为什么一打英国人就跑 七千人被一千日军包围 为什么这事 就是他不想为保卫缅甸费那么大劲 战后缅甸也就顺境世界局势独立了 这个就跟咱们上次讲的故事就结上了 好了 关于缅甸螺于英国殖民地的故事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万聊 也欢迎在YouTube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